不要在那邊亂 兩名男子喝到醉茫茫 深夜喧嘩被附近民眾報警處理 警方到場其中一人表示 身體不適 員警立刻幫他叫救護車 警察 我看一下 救護人員在幫男子的朋友 減傷時他卻在路邊 不斷大吼大叫 頻頻咆哮 騷擾救護人員 不害我 不要吹 不要吹 你去旁邊就好 麻煩你不要在那邊亂鬧人家 好不好 誤會我 等一下在救護 男子甚至還突然轉身 撿起地上一根有鐵釘的木棍 你拿那個幹嘛 警方擔心他救護有攻擊行為 立刻壓制保護管束 到底沒怎樣 但是你拿木棍要攻擊我們就 男子追到不行 情緒相當失控 就算被制服還是不斷掙扎 事後甚至在臉書發文 指控警方執法郭蕩 拿現場員警 為了避免他有攻擊行為 有傷害他人或是智商的舉動 立即上前 執以強制力 喝醉的這兩名男子都有前科 常常喝了酒 就在路邊喧嘩擾民 讓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這次再度喝醉鬧事 也讓警方無奈直搖頭 記者由立強彩山新被採訪報導 臨時也有限於 這次再度喝醉了 也要喝醉了 再喝醉了 臨時 火車 喝醉了 有點酷 斂時 阿朵 這次再度喝醉了 我沒有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